这是一个羽毛球神童 因为他可以轻轻松松的 就把一个成年人给打趴下 但他却只有6岁 球网都比他高出45厘米 连球拍都握不全的他 既然是这个羽毛球管理最小的 也是最厉害的 他的对手全部都是身经百战的大人 而他虽然身小又腿短 但是技术却相当的好 他能接到对面发来的每一个球 并且还能出其不易 使用一个下降技巧 给对面的气质高的大人 打得措手不及 男人说他已经打了10年了 跟男孩交手就没有赢过一次 工作人员不相信 非要跟男孩比试一下 可结果竟被男孩虐得体无完肤 为了测试男孩 节目组在往对面 不同的位置放了三个篮子 让男孩把羽毛球打进去 那么他能成功吗 第一个球 男孩成功了 第二个球 男孩又成功了 第三个球 男孩更是不费吹灰之力 所有人都为他欢呼鼓掌 于是节目组又把挑战升级 让男孩把球打进大家所选的号码中 但男孩还是成功了 所有人都震惊了 简直太牛了 没办法 节目组只好找来了前国家队的羽毛球冠军 跟男孩进行一下比拼 可男孩却丝毫没有胆怯 超常发挥 竟然把世界冠军都给打败了 世界冠军都惊呆了 说这简直就是天才 他甚至不知道男孩的小小身躯 是怎么做到的游刃有余 感叹男孩如果长大后 将会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看来有些运动也不分年龄大小 只要把自己的爱好发挥到极致 那么就会成为最优秀的人 没准 那就是你最与众不同之处 希望男孩可以一直坚持下去